每一趟的旅行都有不同收获 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实精彩 欢迎回到《这里胡说》 哈喽,欢迎回到《这里胡说》 今天我们又来到喜事好好 旁边有 嗨,我是CPU 你刚刚在开路前的前两秒 才把那个耳机拿回来 对,你也知道有儿子放暑假了 对啊 我们都被洗板说那个鬼门开 诶,这也是另外一种鬼门开哦 对啊,对啊 而且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好快到了 嗯 所以,可是你知道最近疫情的关系 我们很多饭店都因为这样子 比如说台南的大义励志啊 哦,对啊 就其实因为是,我觉得是业主的关系 怎么说 因为他业主其实那一栋楼的那个 呃,算是管理者吧 就是业主属于国泰 那国泰他基本上 其实他已经,这个产权应该蛮久 所以他其实有一部分是因为 呃,可能要换经营团队 就是,所以其实一个办,呃,一个不是办公室啊 一个饭店的 他是不是大概丽之旁边连着另外一个饭店 对啊 那边好几间嘛 那边好几间啊 所以其实应该,应该是说啦 你,呃,一个饭店其实呃 旅馆系统是旅馆系统 但是他其实后面的业主会跟他的品牌 跟他的这个整个形象跟营运 跟他提供的内容 对啊,当然就品牌的价值观啊 对啊,他觉得会用什么样的背评 他会用什么样的等级的那些,你知道 把棉被啊,空间啊,服务啊,那些都 你有没有先把你儿子处理 贴好我们再... 我想Cue一个助理 对,你把房子处理 哈哈哈哈 抓紧 哈哈哈哈哈哈 好,可以先把他带走,谢谢 没关系 我等下再看怎么剪比较好玩 因为其实,比如说呃 台北比较有名就是韩社暗美 所以他其实是韩社级 业主是韩社 对 然后暗美是 台北其实蛮多饭店都蛮不错的啊 对,所以可能比如说不同的 可能同一个饭店集团 比如同个名字 那他可能业主不一样 比如说 因为我快搞不清楚 老师,我现在南港车楼上是不是有一间 那万宜 万系列就好多 它是同一个集团 呃,饭店集团那个都是万豪集团的 有万宜万豪 对 老爷系列 老爷系列 大义、励志系列 对,那就励志系列 励志系列 对,然后励志跟大义和姿 还有一个精英系列 呃,对 还有,呃,还有精华系列 对啊对啊 很多系列 对,其实业主的品质就会 就算同一个饭店集团叫做万宜 那台北市有一间国泰万宜 哦 对,可是在南港的那个叫六福万宜 不一样的是不是 对,所以其实 松山车站楼上有一间 阿把是不是还是什么的 呃,绝对不是万豪系统的 我没有住过 哦 有的话我会马上知道 我知道 A什么A什么的 嗯嗯嗯 那间好像也还不错 对,所以其实 呃,我们前面讲那么多是一个原因 就是要跟大家讲说 一间业主 其实品牌不是最重要 是业主会关系到整个东 整个饭店的那个 嗯 而且同一个业主 他其实应该也会切不同系 不同体系吧 嗯 呵呵呵呵 他知道这边要静音吗 他应该不知道这个事情 如果你知道我们这个要静音 在录音的时候 是不能在旁边咳嗽的 对 他就要刷成 小孩子知道小孩子穿成 他也想要跟我说 他也想留下来看直播 真的哦 我刚才说他说他保持安静 谁相信啊 我才不相信 我相信 他说我会很安静 我会讲到我在旁边看 不可能 不可能 其实就跟你上一次 我们就顺便带到你上次 带胡胡出去的那个经验 哦,对啊对啊 对,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 业主之余 业主 好的业主 带你上天的 坏的业主 带你下地狱的 对,其实这会有点关系到 你看后来太 比较常出国 对 出差的时候 有时候你真的会直接选择 大的旅馆系统 对,某一个品牌体系 安全 安全 你会知道说他的standard 就是在这边 不会突然一下 太 怎样一下 差太多啦 真的 就是该有的东西 你因为 真的是少 就是商业旅行的时候 你真的没有 但我觉得有两种旅行 就是 比如你 怎么讲 你自己去自助旅行的时候 当然你有很多 很多 就是很多弹性 这样子 对 可是出去工作的时候 因为你是为了工作 你就是要 最有效率的 好好 赶快就是好好休息 然后好好到达你要去的地方 还有另外一个 所以我觉得也不能被 就不太能将就 就是家族旅行的时候 尤其是带爸妈 带长辈出门的时候 怎样 带小孩就算了 怕丢脸嘛 因为你会觉得他们辛苦那么久 你好不容易带着 拉拔长大 你带着大人 你就是要让他们享受 或者是带他们去度假 然后就会住到一个 呃 腊肠的饭店 诶 这个腊肠的饭店 就是你自己要跟我们分享的啦 对呀 这是我就是回顾我这十年来的旅游时 对 想到一个蛮惊悚的一个经验 这样子 这个惊悚的经验 蛮惊悚 就要离开这个地方太恐怖了 对啊 所以那一次我记得 我们饭店名字我们就保留好了 但是它是一个度假村 一个度假村 其实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 在马来西亚 对 它其实 它这个怎么讲 好评坏评都有啦 那我们去之前 其实我没有做太多功课 我很单纯就是 因为觉得好朋友推荐 他 他说他以前去过 然后多胖多胖 然后在那边非常放松 然后吃的东西超放 其实如果度假村弄得好 其实是可以很放空 因为就是 就是 全天后 就是你就赖在里面就不用走了 对 然后就 就是 想说带大人去 带小朋友去 这样最轻松嘛 欸 我们去过这个系统的 在马耳地府的 你这样子就讲出名字 大家都知道 可是马耳地府那天 应该还不 还不错吧 还不错啊 就蛮好的啊 里面的人跳舞都很high啊 我觉得还不错 对不对 然后结果 我们带了爸妈去 它其实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招待团啦 嗯嗯嗯 然后我们好像有自费买 对 好像机票还是干嘛 就为了想要多带 想要带爸妈去 带小朋友去 那时候还只有一个小孩而已 因为那时候我们去 这个体系的度假村 我们还去过它在 马耳地府 然后还不错啊 因为就只有 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去 这样子 那算没有糊糊啊 有 我刚生完 我好像刚生完 把它丢到婆家 因为那时候其实 这个体系 我们之前有去过它的 另外一个度假村 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 对 就是 也算是部落客体验团 然后去体验在马耳地府的 对呀 我都忘记你是部落客 你是百万部落客呢 我不是 我不是你讲的是另外一个人 哈哈哈哈 你讲的是 对啊 嗯啊啊啊 好 反正我们就去了 那时候 那时候我好像刚生完几个月吧 对 你知道拍照身材很好 那种 哈哈哈哈 你现在身材还是很好的啊 谢谢谢谢 对啊 反正这不是重点啊 但后来就是因为 之前去了这个体系 觉得很不错 嗯 然后所以当在马来西亚 这间邀约的时候 就觉得 欸好啊 然后我这个朋友 他以前也去过同一个 在马来西亚的 这个度假村 然后就说 他之前去的时候 多棒多棒 吃了多棒 然后非常放松 活动很多 哦那这样好啊 我们还自费 在就是要多出 多带人 对 机票钱还是房间 以前忘记了 就是要带 带爸妈 然后带小孩一起去这样 他带他的爸妈 然后我带 我的公婆 这样 好好当当一群人 好多人 我记得 好多人 结果一到我那边 嗯 一开始的感觉 就觉得好像有点 就是你知道 他们会一开始 有一个欢迎的地方 会跳舞啊 或是给你喝的饮料 或什么的 然后毛巾啊 就觉得有 一咬咬怪怪 可是也还好 不以为疑 因为就是东南亚 就本来就说真的 就是 就是你也不确定 到底 这个品质到底如何 这样子 也是啦 那就进了 就介绍完 然后进了房间 刚进房间的时候就 其实房间可能就 就美味有点重 其实 一个饭店 好坏 我其实 对它的湿度 还蛮在意的 但是因为它是海岛国家 就是说它这是 海岛度假村 你其实 它就算有湿气 那也是正常的事情啊 你怎么可能在海边度假 但我必须说 六福这个 我必须说六福 我真的很很高纲 它在房间里面有放 应该是厨师机 对啦 就是正常这样子的饭店 当然就是 如果太湿的话 对 但是就是反正我们去了之后 就觉得 诶 但好像是 好像是暖气 我突然想到 不对不对 但问题是 应该是说 呃 我举另外的例子好了 澎湖 澎湖 那个也是万豪 嗯 浮棚洗来灯 Four Point 那它在走廊那边 就会放了很大台的厨师机 因为它知道海岛 很湿无敌湿 这没有办法 对啦 就是为了这个舒适的程度 它会到达一个标准 可是那时候 都校村 其实我们 当然不会想这么多 那他就觉得说 哎呀好像 有点美美的味道 才刚进去嘛 对 刚进去还好吧 哎 蚂蚁有小床 然后那个被子上黑黑的 还好吧 而且因为我带小朋友嘛 你不可能进去的时候 发出 哦 或是一些害怕的样子 因为小朋友就害怕 所以你还要就 哇 这样子 然后把窗帘拉开 对呀 你刚刚问呼呼呼 完全不记得 对 然后 然后就 我们就去吃 准备去吃饭了 对 然后就吃晚餐 就是那种大的buffet 就是大家自己拿 这样就看到他吃的菜 其实 也没有不好 也没有到很糟 那种度假村 是那种包三餐的 对对对 然后 嗯 饮料啊 餐点就 说不出哪里 乖乖的 说不出哪里 乖乖的 但就是乖 就是讲不太出来 我不是那种很难搞的人 我不是那种 你不是 你很随和的 对我很OK 但而且如果只有我自己 那就是更简单这样 那 就带了小孩 跟带了长辈 会稍微会挑一些 因为那时候 第一个小孩嘛 我记得他好像才几岁而已 所以当然他吃的东西 会稍微注意 但也还好 他也有那种小朋友的 给小朋友拿东西的地方 这样子 哦 那蛮可爱的 不是健康的啦 就是这种炸物 但就是 一个buffet他的用料会完全反映出 一个餐厅或者一个饭店 他对于成本的考量 所以 那个时候我就会想说 诶 哦 可能是不是这边吃的 就是比较 不是他们重点 这样子 煮糙 就是你没有 对 就是会觉得 我说不太上来的感觉 那我看爸妈也是 不好意思说什么 就是 但也没有 你知道 你去旅行 你不就是想要爸妈这样 哇 那种 满足的那种 叹息声吗 那就没有 诶我妈不会 对 她都钉钉 还记得 我是有带她去做三无茶 哦 对啦 我妈是那种 她事后会跟朋友讲说 很不错啊 啊我妈 我跟你说 我们走 在我去坐 三无茶 吃咕咩 对对 对 我刚刚太激动了 哈哈哈 之前 我刚刚跟威廉结婚 她那个谁 微妙她也是非常冷静 就说好不好吃 好吃 蛮好吃吗 说 不错不错 哈哈哈 但经过我们结婚几年之后 我就蛮好吃吗 她说超好吃 她已经会这样了 哦 比较外贤式的表达 对啊 超好 但是她会讲负面的东西吗 她那时候当下 因为是我们带她们去的 我觉得负面 她们也不好意思讲 然后到我们开始 彼此在 在我跟朋友之间 在窜 你房间还好吗 然后她 我觉得好像怪怪 然后这个时候 马上才想说 哦 对啊 那个好像 就也没有太表现 我觉得 好像不是那么满意 对 饭店如果一个房间 怪就算 换了房间 还是怪 就更怪了 然后我们就觉得 好像有不太对劲 然后开始有一下 Google 所以你们连续三间都有问题 你们三个订的房间都有状况 而且你知道其实我觉得也忘了 因为进去的感觉 真的太不好 不好到你忘记拍照了 你也不想 你进去的房间 你不是就会觉得 哦很漂亮 你要拍照 那没有这个感觉 你可能不想拍 可是老实说 如果它真的哪里不好 你其实也要拍个照 你也存个证这样子 讲一下为什么哪里不舒服 录影也可以 可是我们也没有做这个动作这样 所以很多 当下的感觉 说真的 这也是很 你也忘光了 这个也很主观意识 你当你回来 再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也很难真的说服别人 但我其实分享一个 就是我之前住 好啦 它是在武林农场那边 所以你也没办法 阿Q它 它的自助餐实在是 low到一个不行 但因为它在深山里面 对啦 所以它的用料什么东西 都是最 土豆 我在一直在想 我要用什么词 可是每一个饭店的 就是重点不同嘛 就我不 他收六千块 哦好啦 就真的有一点 就是他可能取得资源比较不易 对 我能帮他找的理由是 取得资源不易 就你下次不会去了嘛 对 对 对就是 那我觉得他 那个饭店 我们去住的那个感觉 就是当下真的会有一种 想要今晚就离开的感觉 就是会觉得说 这个晚上要怎么睡 这样子 对呀你这个 这间饭店 这是你旅游史 我真的是当晚逃离 30年 过去30年来 没有啦 20年 20年 对 20年来 唯一只绕跑饭店的 真的说 对耶 没有别的绕跑经验了吧 换房间算吗 不算 换房间我有换过 换房间 对 对 第一次就是直接逃离饭店 因为你知道我们离开饭店之后 马上才讲说 对呀 我刚刚房间里枕头上 都有那个油的味道 我本来想说 你们怎么不找家 我想说哇这么委屈 那么还好我有换 不然他们觉得说 因为小孩出钱 没关系啦 没关系 你知道这么委屈 家长都会这样 对呀 我们真的连夜 我不是偷你 帮我订机票 对对对 以后家长出去要说 要去寻房 像打楼一样说 你的房间有什么状况吗 真的 超恐怖 我们连夜逃到新加坡 对呀 就是你这个很夸张 因为 我自己最糟糕的是 刚好是在去年 拉斯瑞加斯去开会 然后 是前一天 因为饭店都因为 会有那个联通管 那个那个抽 抽气的那个联通管 所以它的 如果楼上抽烟的话 它会飘下来 哦 这也很不行耶 我给你讲抽烟就算 所以我抽烟先叫它来处理 然后它又 来喷喷喷喷喷 然后它就把那个浴室关起来 那个味道没出来 那就算了 因为我是一个只要所有东西都 unpacking完之后摊出来 因为你也你看过我 你也看到我现在录音 所以没有确定之前不能打开啊 那已经是第三碗了 你知道吗 是哦 对 你也知道我给洗很多的人 对啊 我来你这里录音 因为我也是打包小包的 我现在我进饭店 如果没有确定之后我要住 我不会开心香耶 我会不会拿东西出来 我也是啊 我也是啊 那恐怖了 对 到第三 我其实就是剩最后一碗 抽烟是前一碗 然后呢 后面那一碗呢 飘过来的是大麻味 哦 夸张哦 这个我就完完全全不行 你就顺便一起这样子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不想 那个很恶心的味道 又有个焦味 对啊 对因为 因为 我就冲到 那个一楼的lobby 他说那个 他没有办法做决定 那他就说 你需要跟我们manager讲话吗 我说废 我需要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我不是要找你麻烦 是真的有大麻味道 那因为这样子 因为我也不是 我怀孕了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我看起来像啊 我怀孕了你知道吗 我笨文烟味 哈哈哈哈 他就帮我换到一个 比较大的房间 可是我没无福享受 无福享受那个大房间 哦 因为那个大房间呢 是真的大一辈 嗯 然后还有 很好笑 我也是床旁边 还有那个 那个浴缸 哈哈哈哈 这么 完全没有间隔的 这么酷 这么酷 我不会在那边洗啊 神经病呢 我当然是进浴室的 那个小儿洗啊 那个是给情人用的啊 对啊 这么sexy 这笔乐套房好不好 很奇怪 对啊 所以 所以他就是 因为我没有道理 是我最后一天 才跟你换嘛 对 对 我不是自己找自己麻烦 我可以睡就好 可是那个 这样真的不行啊 对 所以这是我 我碰到最扯的状况 换房间啊 然后你知道我们那时候 不是逃到新加坡吗 我们逃到新加坡 然后就是 哦 可能超累的这样子 然后换房间 进了房间这样 嗯 然后那个晚上 因为真的太累了 然后饭也 然后半夜两三点 然后那个房间的电话 就响了 叮 新加坡的饭店 对啊 然后电话响 然后我就 你睡得半半醒 你根本不会想到 你就是 就接起来没声音 然后就挂了嘛 哇好恐怖哦 我这里时候 要帮你下个音效 碰碰碰 然后他又响了 然后我就想说 我在睡觉拜托求你 不要吵 我们真的好累哦 我怕他吵醒小孩 我把电话线拔了 还好没声音 就我隔天早上 才想到说 要是我拔了电话线 他电话还是响了 我该怎么办 怎么会那么恐怖啊 就这样 就想说 这也太 就是 太惊悚了 我觉得我这一集 要把他留到 留到 齐悦在上哦 我后来好像 我换房间 我忘记我们换房间 我忘记我们换房间 好像我换房间 你那一间 我记得是 很有名 是哪一 生 生 生什么 我知道 生开头 生开头 我知道 对 反正 反正因为临时订的嘛 还说生 对啊 就临时订的好不好 那个时候就是假期 根本没房间 而且你还要搭着 够大家住 那应该是 有一点历史的 哦 对 可是他蛮新的 他里面蛮漂亮 他是重新整修过 蛮美的啦 好 等一下 不知道我等一下要怎么解决 哈哈哈 对啊 所以其实 你刚刚这个经验 其实 是不是 你刚刚其实有想 跟我们讲说 他其实前后业主有换 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就在想说 怎么会差这么多 因为我朋友就讲说 他之前去的时候 多棒多棒 所以他对我来说 我只是觉得说 啊这就是一个 呃 可能就是平价的 他其实也说真的也不便宜哦 哈哈哈 老实说你一家人 你一家四口五口去 其实也不便宜 你可能要 因为他包三餐啊 又包整天的啊 加起来也是要一个八万十万 对啊 也不是真的便宜 可是那个时候我想说 啊可能他就是比较这种 度假型 海岛型的 他不是走那种 豪华精致路线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 太在意 如果真的只有我们家 没有爸妈 你说我硬住 其实我可以住 但是因为 我朋友他是有去过 他前后一比对 他就觉得说 他就觉得很痛苦 然后那时候 他就有上网去找啊 Google 后来发现说 前一团 因为 哦对啊 前一团 因为他是一个系列的招待团 后来发现前一团有 也有状况 对 前一团好像有 就是布洛克的家人 就是是有发生意外 在那个水池里面的 你敢玩吗 如果是你 你敢留下来吗 等一下 差没几天 我都忘记这件事了 对啊 就是在那个泳 在那个泳池里面 发生了意外 但是这个很难说 因为小朋友玩水 爸妈本来就要看着 可是他比如 他在参加活动的时候 或是 这个度假的时候 就是标榜着 就是会有人 带着小朋友一起玩游戏 就是你 就是可以爸妈放松 那这个 太难 我不知道怎么讲 后来我们就决定离开 我真的觉得 因为其实你看哦 为什么说业主很重要 因为 你愿意花 比如说 一个倍瓶的钱 一个倍瓶 五块 或者十块 他可能等级就差很多 你切一颗新鲜的椰子水 跟放一个浓缩的柳橙汁 这就差很多啊 对啊 对啊 因为我举个例子 像六福万宜 就是玩南港那一间 跟台北市中心的那一间 两间万宜 就蛮大的差别 怎样怎样差别 南港那间里面有咖啡机 然后说你可以自己煮咖啡 就是那种胶囊的咖啡 在你房间这样子 在你房间 而且他水都给蛮够的 南港那就是离我家很近 十分都给到 对对对 就上次那次重去你家 你心爱的饭店 不是我真的觉得他们那一个 那间很不错是不是 那间服务有到位 原因是因为 我已经很久没有搭电梯 有人帮我 就是送电 有饭店人员送我进电梯 这个process 真的啊 就是你进电梯的时候 然后他会有人帮你扶门 然后跟你鞠躬 真的哦 这个process你很久 就是老饭店才有 你记不记得 对啊 大概要五星以上才会有动 对对对 可是就算五星他忙起来 他也没有时间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这个饭店我觉得 还是你那时候是去的时候 疫情的时候人比较少 疫情少也是 问题是 一个饭店如果疫情少 他人也会少 所以他不会 他人会看嘛 所以话说回来 最近饭店都满房 我都不想出门 就是你看那时候 大家饭店很惨很惨 可是才过没几个月 突然之间全部满房 你知道我上个 我才从台中回来 那个饭店是刻满的 对啊 然后我碰到 好了 我可以接受的啦 就是那个 因为有一个死小孩 在我楼上 轻轻轻轻 然后他的隔音很壮 要不会是我朋友吧 哦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接受小孩啦 就是因为我还没要 其实要已经睡了 对 对几点几点 呃十二点 太晚不行 这样真的不行 那打电话去门那个啊 有打电话去了 可是因为他其实是这样子 他是 小孩呢睡不着 然后从另外一间 然后冲到另外一间 然后把门摔着 屏屏蹦蹦 真的不行啊 我们自己有小孩的超过九点 屏屏蹦蹦 这样真的是 因为他是用冲的 所以他楼板会 屏蹦蹦蹦蹦 我就想说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我就特别刷 刷了电梯上楼去看一下 到底是哪个屏屏屏 结果咧 然后四目相交 那个小孩就冲出来 然后开门 要甩门 那个当下 嗯 我就这样瞪着他 哈哈哈哈 我下次会做这个 这个杀人的那个动作 啊 会不会 吓吓他 这样不行 他这样会吓到睡不着的 你要用那个啊 就是手这样我盯着你 我在看你 我在看你 吓吓他 还好啦 我就受不了了 反正我那时候也睡不着 就直接订 UberE 就买严肃 乌严肃 这是一个工厂又胖了 哈哈哈哈 真的 还好还好 他那个 我记了一下 他一点半他就倒了 真的哦 对 小孩 对啦小孩也是 横洞逃 他迟早会倒吗 他迟早 欸一点半也是有点太晚 真的 我 是啦 其实这个东西我会 呃 你打到柜台也没用吗 没有用没有用 我们接到柜台电话 我多害怕啊 哈哈哈 赶快安静睡觉 其实其实我还有住过另外一个饭店 他是他不是饭店 他本身建筑物不是饭店 盖的 他原来是餐厅 所以他的建筑物很老旧 然后他的有一个其中一个房间 他楼上是冷气机 哎呦 所以他那个内建会有很 是真的认真 我认真啊 我认真 PC用卡片买得到 这已经很难睡的人 我呃 我不能 应该是说我会因为任何一点声音会惊醒 好可怜哦 没办法 我不知道是因为当兵的时候是接电话的 然后我们在上哨的时候都在睡觉 然后你听到电话就要起床接电话 这什么奇怪的事情 那好可怜耶 不会啦 不会啦 有好有欢 就出去外面住也很辛苦 就对声音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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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感 这太辛苦这太辛苦了 对啊 不会啦 反正我算是很随和 但还是偶尔会遇到这种很奇怪的饭店 我觉得你的 你的那种各式各样的旌旗经历 好像去那个Florence 然后就是一个很漂亮的饭店 很漂亮哦 对好不容易这样子 浪漫 对想说哇第一次去好棒哦 定个饭店 然后他还 心一草 对然后他还帮我们 因为我们很晚才到 他还帮我们升等这样子 原本的房间好像比较不好 还是难忘记了 还升等 就哇超棒的这样子 可以这样打开窗 我看到旁边的运河这样 哇我这样 结果早上就是 九点 空空空空空 空空空空空空 就是在施工 对啊 在施工耶 就是隔天还跟他讲说 抱歉抱歉就是只有今天 这样子 然后隔天早上又来 空空空空 我也不过就是住两个晚上 两个晚上 可是施工通常 比较好的五星饭店 他会发那个单子在你房间里面 我不记得耶 我不记得 但是我后来就退房的时候 我认真跟他讲说 我说我有反应了 你跟我说不会 但还是 因为我就是想要来睡觉的啊 是他的施工 还是外面的施工 他的房子的施工 哇 后来就是 后来升等的钱 他就没有收这样子 就这样 但是这两天 我们都很早起来 九点还好吧 一早就醒来 咔咔咔咔咔 大老远没带小孩 你就是想要睡到自然醒啊 好吧 我现在都没办法睡到太晚 为什么 不知道 在外地都没办法睡到太晚 到了一个年纪 对 You know 我们做妈妈的好不好 我们就是要尽情的熬夜 尽情熬夜 然后永远都不吃早餐 我就永远都不想起来 我不行 我跟你讲 我要睡到最后一刻 没有没有 我一定要吃早餐 11点退房 我就是睡到10点45 快速打包这样子 睡到最后一刻 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吃早餐 吃早餐是我的那个 认真 那么foodly 哦 好了 如果这个饭店很棒 早餐很棒 一间 一间好的 那我也是会起来吃早餐啊 一间好的饭店 他的早餐 我急吃 我其实我评断几个标准 第一个 他的蛋 有没有蛋白 就是有没有omelé 有没有 就是你自己点 比如说我要 你五星的都有啊 没有哦 四星以上就有了 万丰那个是三星的哦 那个集团 其实在美国那是100美金上项的那种饭店哦 一百年大概就是三千多块 大概像我们汽车旅馆的 差不多 可是他把它弄得很五星 真的哦 对 所以他的蛋也不错吃 真的哦 而且重点是呢 在贵的早餐bar才会出现的鲑鱼 哦 就熏鲑鱼 对 熏鲑鱼是一个指标 是吗 是 便宜的饭店不会有熏鲑鱼 认真 认真 那便宜的饭店呢 那个武林农场会出现什么呢 高山高丽菜 高山高丽菜不错啊 你干嘛 美滴 台湾的民宿都是要 他的梗切得很厚 梗切得很厚 你这好啰嗦 交代道你也是很辛苦耶 开玩笑 我那么嘴 那么嘴叼的时候 我不会咸啊 我还是会吃 只是我 你会回去会写在那个评论上吗 会 就在道 你就很紧张 各位民宿的主人要注意 有位灵性 灵性理科 真的难言 没有啦 就是 我是觉得 一分钱一分 或你有付多少钱 就是要那个 你就要求多 你没有付那么多 你就随远 对啦 有一次我去法国的时候 因为隔天就 那个 法国回台北的班机都很早 就是早上10点11点 你可能六七点就要去机场 然后那次我事情都做完 我就最后一个晚上 就是住在机场旁边的 饭店这样子 通常那个都很旧 我订了一间很新的 它就是一个设计体系的旅馆这样子 对我觉得很酷 欧洲很多设计的 然后房间超小的 就是房间居住就是一张床 就给你睡觉用的 可是它的LABY很棒哦 它就是可以让你就是 让游客可以在那个LABY里面 自由交流啊 吃饭啊 干嘛的 你有没有去那边点一杯酒来喝 没有 我就想在房间好好睡觉 你真的是以睡觉为主耶 对啊 然后床 就是它就是一张双人床 那也没有床头 没关系 但就很小 但OK啦 蛮不错 那到它那附近是 你知道机场附近就是很荒乱 就连我们像我们淘机长 就很荒乱 什么都没有嘛 就你明明离市场很近 可是你还是要坐车的那种 做街坡 或是坐Uber的这种 对 然后到了半夜我就发现 我都去吃 我没有卫生棉 我要怎么办 惨了惨了 死定了这样子 可是五星饭店通常可以 它也不是五星的 我就不知道 然后我就 可以打看看 打电话看看 我没有别的办法 说真的 我就只好跟柜台说这样子 然后柜台就准备了一包 就是他们有诶 有准备一包这样子 其实这也是 身体用品诶 因为 好贴心哦 因为比较好的饭店系统 它其实这种 它的备品清单很长 对 只是它不会让你知道 我没想到 我可以在那边获得一份 这样子贴心的 卫生棉组合 就 哇好感人哦 这其实有在 有在五星饭店的 是好 的清单 只是它不会列出来 对 但这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到外地 然后遇到这么种事情 你走下楼就是便利商店啊 是啦 对啊 你没事真的也不会 就住那么偏僻的饭店 谁会去住那么偏僻的饭店 对啊 是也是 对那我就觉得 啊好棒好贴心哦 这样觉得很惊喜 这样子 所以我是一个很 我是一个很容易惊喜的旅客 不像你 啊 很peaky 我不是peaky 我大风大浪见过了 谁不是谁不是 是一个温和的人 好啦 这一集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你这一个非常惊悚的 对对对 哦对我们刚才没讲到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 你要宣传什么 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刚刚讲到因为那个饭店的主要体系的 哦对对对对 因为他原本其实是发商 我就这样子被你带走了 他原本是发商 然后发 就是后来改成 转成中资 对后来可能被中资投资 就是好像有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 当然就换老板换体系 所以对于比如说像 你像法国人他可能就对服务的要求 对于食物的standard要求 就是要求度不一样 本来就是啊 对那可能 你日本老板跟中国比如说台湾老板也会不一样啊 对啊 所以就是当换老板之后这个体系可能就变得蛮不同 但我还是蛮想给他一个机会 因为听说他在北海道那种滑雪的系列就超棒 我朋友说 他就是跟业主有关系啊 我不知道他日本的是中资还是日资人 反正挂同一个品牌 那问题是有可能他就 就要看后面 就听说很棒 我也没去过 就说啊超级棒啊 里面的东西 他没跟我说好不好吃耶 他只是说可以无限制滑雪 很划算 你这个很好洗脑的态态 对啊 我觉得哇好棒哦 我只是想说 可是你不是 你有没有做过新野 还没 对对 我们上次有聊到 对啊 你有去过吗 我一直很想去 但是我不想自己一个人去 实际上是约我的意思吗 我不好意思约 约你啦 你老公还在旁边耶 我真的觉得他那种阿达 才会一半 我都脸红了 可以约我啊 我可以 我还有带 带服务去吗 不是因为他服务很细致 我听说是 可是我就没去过 可是你不觉得现在也是好评坏品 也是开始有 会有一个蛮 差异蛮大的状况 像是新野第一天进台湾的那个 古关那个吗 对古关那个就 偶尔听到一些坏品 真的啊 对 我有听到一些很不错的好评耶 就是所以其实应该是说 这个要载啦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频段 其实就不一样 每个人的那个standard不一样啦 对啊 你没有期待就没有伤害 这其实还蛮重要的 就是你不要期待过多的东西 你反而会有一些收获啦 因为之前最想听到就是 北海道新野嘛 他们就有一个很漂亮的 那个大窗户 我其实比较 没去过 对我比较想去的是 富士山新野 我也是 对因为他可以 好啦好啦约我好了 哈哈哈哈 嘿 阿威我要约 我要约CPU去富士山 我也会约 我也会约威廉啦 哦好好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只是不想住一间 因为他其实都是 一栋一栋 一栋可以啊 刚好你快点约我们啊 我们就可以share 你只要一间多棒 我跟你说 早上七点就有人敲门 JC叔叔 哈哈哈哈 因为他很好的地方是 你可以不要去餐厅吃 然后你就三五好友 在你的露台 哦 在你露台上面 他就有那个烤肉 烤肉架 真心想去耶 认真 认真想去 对 好啦好啦 明年捷径之后 嗯捷径之后 真的很想去 写上那个 对啊 我真的 我其实蛮想要去这个体系 试试看的 因为没去过 他有两个 在在在那个 呃 清景泽也有一个 哦 清景泽呢 可是这两个都不说 没有没有 都还好 但是我看到比较想去的是 我想要去富士的 对我想去富士的 富士的我觉得好像很棒 对因为他刚好就在富士山对面 对啊 可以看着富士山日出日出 希望明年可以去 真的 先许愿 好啦 我们要ending了 好好啦 又迎生生又被你插出来 好好啦 还有什么要讲的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所以我觉得啊 在看饭店的时候 对 ending 的时候 嗯 真的要看一下下面真实的评论 真的 对 然后也看一下 就现在评论有些是行销用词啊 真的是看一下 也看看他老板是谁 看他体系是哪一间 其实你仔细看看 他的评论 大概可以分得出来是行销的 而且啊我发现 就是因为他比如说 他这个体系里面 他有好几个饭店嘛 对对对 或者说好几个不同standard 那你其实 你 你看他体系里面的其他饭店 你大概也会知道说 这间饭店的那个品质 或落差或照片 因为你看有些饭店 他不太有那么多照片 不太有那么多评论 可是你看同一个老板 另外一间 你就知道说他这间 他大概会怎么对待的 我可以给你一个结论啊 国父 不是国父 国太 国太稍微扣一点 哦 他就是 那六福 因为他本身是饭店集团 起来的 韩社系列我觉得也蛮好的啊 韩社他定价有点 overpricing 哦是哦 可是是蛮精致 他卖做的是品牌 我猜啦 嗯嗯嗯 没有住过 不知道呢 你没住过 韩社就在 台 在 新义区 新义区啊 我没有住过啊 新义区跟南港 差两三站你是有差吗 我不要 那边很贵好不好 好啦 但我觉得你要先住住看才知道 对 所以我不能评价韩社 但是我可以很明确跟你讲 国太系统呢 通常cost 就是它的成本会抓得比较紧一点 嗯希望国太有专门的团队可以来经营饭店这个体系 哈哈哈哈 它应该是有啦 我想要住那个 它的地产很多哦 我想要住那个 不是我是说就是真的是把品牌服务做好 你知道像延长寿这么酷的这种 有一个概念有一个 你上次说你想要开开那个cpu旅馆哦 对我想要 哈哈 50岁50岁我再努力10年 好吧 50岁应该可以吧 哦可以 好啦 不是我那个我想要住有一间在那个中校东路有一个 你知道 就是在Slowgo唱歌的那个后面有一个很漂亮的饭店 我知道 我知道 那是玩好的 是吗 哦不对 有两间 泰国的 Kimsson Kimsson是不是 还是本家是某一个机器的 超美耶 那间 那间超级龟毛 真的吗 我后面穿一个YouTube给你看 它的瓷砖切角要龟毛 龟毛到几点 它餐厅 那是我一个朋友 他老公是建筑师 然后他们设计的 那间可以住 超美的 那间可以住去看设计 对啊 超美 而且它餐厅也很漂亮 它吃的东西也很漂亮 讲究 那间不用约了 你自己可以去了 哈哈哈 好啦 那就在这边跟大家说 拜拜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这边吃的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